你说云副总今天真的会来吗 这宴会马上就开始了 等等你就知道了 我有点想上厕所 你帮我盯一下 从哪找来了一身山寨西服呀 穿得人模狗样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老婆和我有点关系 你说什么 你觉得雨冰能拿下太岳集团的合作 是因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帮她谈成的 你如果实现的话 早点和她离婚 也算是成人之美 就因为你 你也配 我不配 难道你配 你不过是个废物 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 雨冰跟着你也太委屈了 跟着我多好 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她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给雨冰跪下磕头道歉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说过的话给我吞回去 第二 我让你们家的集团彻底破产 你自己选吧 我让你们家族的集团彻底破产 你自己选吧 你他妈跟我开玩笑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让老子家的集团破产 你个智障 是不是做白日梦呢 知道我们家市值多少吗 你说破产就破产 三分钟内 我要看到张松家的集团破产 清算债务爆发 牛粪都让你吹得满天飞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超级神豪吗 现在计时开始 废了 你别装了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给老子下会道歉 然后马上和雨冰离婚 第二 我找几个人彻底废了 让你亲眼看着 我和雨冰潜潜蜜蜜 你也自己选吧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还剩两分钟 确定不挽回一下吗 滚蛋 你还要三十秒钟考虑时间 再不跪下 老子让你后悔一辈子 你还有一分钟 你时间到了 别怪老子心狠手了 是你这个废我自己找死的 不好意思 你的时间也到了 喂 爸 我已经到宴会现场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喂 爸 我已经到宴会现场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这个废物 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现在所有的股东 都在疯狂抛售我们集团的股票 我们的股价 已经下跌超过了80% 不可能 爸 你别相信他们 银行突然上门 要求偿还债务 所有的合作房 突然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 停止结算 我们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只有破产 清算一条路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水旗都是你干的 对不对 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 但是你没选对 我知道错了 我给你道歉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宇冰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 太阳集团的合作 也不是我帮他搞定的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都是加编的 我求求你 饶了我吧 饶了我们全家吧 你应该满足 因为起码我给你留了一条命 求求你 你找死 张苏你干嘛呀 你找死 张苏你干什么 宇冰我给你道歉 我不该乐传你的谣言的 你拿到财学其他项目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求求你放过我 放我吧 他他发什么疯啊 我刚看到云副总 你先去找他 这里家给我处理 好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我不保证你的安全 宋哥 你先去找他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听人说你家出大事了 真的假的呀 都是你 都是你给我出的收族业 我跟你拼了我 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我跟你拼了我 估计张家这回是真的晚了吧 拿的也太快了吧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破产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不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你着什么急吗 姐 我给你介绍一位位贵客 这位呢 是孙前的表哥 孙家的嫡长子 孙凯文 这位呢 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我姐 夏宇斌了 宇斌你好 早就听说夏家千金花眼月貌 今天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你好 我是夏宇斌的老公 没想到 宇斌小姐已经结婚了呀 还真是一朵鲜花叉子牛粪子 凯文哲 这个废物 是出追到我们下架的 细没工作 因为能力 等以后我和阿谦结婚了 咱们也算一家人了 到时候 咱们可要多来往呀 宇斌小姐美若天仙 能多来往 自然是求之不得 怎么 你不是嫌孙前没本事 和她分什么吗 怎么又复合了 我的事情 用得找你这个废物管吗 凯文哥 别听她胡说 贵女 你听说了没有 张家破产了 你有千万不要跟她再来往 贵女 你听说了没有 张家破产了 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 本以为你跟秦朗离婚朗 能跟张松在一起 现在看 没戏了 爸 你急什么呀 不是还有凯文哥吗 您想必就是宇斌的父亲吧 叔叔你好 我是孙前的表哥孙凯文 很高兴能认识你 孙凯文 孙家 哎呀 青年俊杰呀 你跟宇斌也是朋友 对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虽然才刚刚认识 认识就好呀 我们宇斌 人长得漂亮 郁姐冰青 就需要你们这种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多帮寸帮餐 以后呀 你们要多接触接触 爸 我要是不行 咦 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你难道不像你老婆过得好吗 只有宇斌 在公司的地位 事业得到好的发展 我们家 才有好的未来 没有想到 你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 当年 要不是看在你大本份上 我是不会把女儿交给你 爸你别说了 还有外人在呢 哪有什么外人 你可以把人家当成自己人 好了好了 因为马上要开始了 咱们都走吧 各位嘉宾 我仅代表夏家 欢迎各位好朋友 各位合作方 能参加我们的宴会 我宣布宴会开始 让我们欢迎太岳集团副董事长 云四海 云先生大驾光临 感谢云副董和太岳集团 能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夏家 我们夏家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辜负太岳的信任 通力合作 通力合作吧 送走 接下来 我还是想向各位朋友 我要介绍一位我们夏家的杰出后辈 要不是他 我们也不可能和太岳达成合作 经过集团的商议 决定推举他为夏氏集团的总裁 全权负责与地豪集团的合作 哎呀终于能到我女儿了 雨冰啊你要好好加油啊 爸 我也是你的女儿呀 你要多向你姐学习 让我省点心呢 让我们欢迎夏氏集团新晋总裁 夏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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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阳西